拥有高超的医术 高尚的行草 他枕病如神 要到病出 张希纯呢 他看病了 手段是雷厉风行 几副药通常把获得的志好 中国医学科学院博士后 罗大伦 潜心研究中医古籍 结合民国医家张希纯的真实医案 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医 好了欢迎回到由北京同仁堂 独家官民播出养生堂的现场 那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请进罗大伦博士 我们掌声欢迎罗老师 欢迎您 这个张希纯呢 他老家在河北的延山 他邻村呢 发生了一件事 让张希纯很吃惊 有一位妇女 四十多岁 患了什么病呢 咳嗽 素患肺牢咳嗽 这个肺牢是什么呢 在过去说肺牢啊 应该是肺结核一类的病 对 但是当时啊 因为在农村也没有条件确诊 但是这个咳嗽啊 确实是很重 咳了几年 咳嗽重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几年没有睡好觉了 一到晚上就哎呦 这咳嗽不断的咳嗽 他没法平躺 对 基本是这样 结果呢 有一天呢 奇怪的事发生了 这天晚上 这位妇女啊 吃了一种水果 嗯 这种水果吃完以后呢 他自己就发现 哎 这咳嗽怎么渐轻了 哦 明显渐轻 哦 他心想 这水果是不是治这咳嗽的 哦 于是 就买了很多这个水果 嗯 天天吃 连吃了三个月 结果奇迹发生了 这咳嗽好了 其实我看这议案的时候 我觉得张希纯 应该给他开过方子 哦 那张希纯就很好奇 说哎 这怎么回事呢 他这吃了什么东西啊 怎么就好了 我一定要去研究一下 嗯 于是张希纯就跑来了 问 您吃的到底是什么水果啊 这水果怎么能把 您的几年的咳嗽 给治疗好了呢 我也想问问大家 他到底吃了什么水果啊 你们都答错了 那么他吃的这个水果 吃的是什么呢 我把谜底给大家揭开 他吃的这个水果 吃的是什么呢 我把谜底给大家揭开 哎 他吃的这个水果呢 就是我们北京经常看到的一个水果 嗯 石榴 这石榴其实我们 呃 可能是在中国历史特别悠久了 从传说 从汉代就有了 哦 那么这石榴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民俗里边是含义丰富 在家里边 我记得反正我是河北人嘛 就自家都会种这个石榴树 觉得特极小 对 在北京的院子里边 也会有 这个一般都种石榴树 嗯 这个五月份 是石榴开花的季节 因历五月 嗯 那么这个这个时候 这个月叫刘月 哎 大家还知道有个细节 我们驱轨的钟葵 嗯 钟葵的 帽子上 别的一个石榴花 哎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小典故 因为钟葵啊 是石榴花的护花神 啊 啊 他是护花神 所以他这别于石榴花 象征他脾气也是很热烈的 嗯 很热烈的 嗯 那么石榴呢 在我们这个民间的狱里边 还遇着啊 多子多福 因为石榴白子嘛 对 一打开里边籽特别多 石榴花的花语是代表成熟的美丽 哦 它有花语的 嗯 但是我们 我们对 多漂亮啊 这是石榴花 石榴籽 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石榴能治病 对 而且呢 张希纯用石榴 往往还能治很多疑难杂症 嗯 就是我们所看到 或者经常吃到的这种甜甜的 对 就是这个石榴 小石榴嘛 就是这个吗 对 我们来看看张希纯是怎么来 认识他的 认识石榴的功能的 石榴性微凉 能脸急干火 饱和废气 为之气须不涉肺牢咳嗽之药药 对 哎 怎么样去的 我们来看看 张希纯说这个 能够饱和废气 嗯 至气须不涉之肺牢咳嗽之药药 大家记住了 这个这个话里边有一些药点 嗯 饱和废气呢 是能够收敛 保护这废气 往里收敛 为至气须不涉 这个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记住 不是说这个我咳嗽急症的时候 因为中医治疗咳嗽分几个阶段 刚得外感的时候 这是邪气正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些这个收敛的药 我们要发散 啊 把它散出去 对 把这邪气散出去 但是咳嗽时间长了 大家知道 有的咳嗽啊 它不是说这个几天就好 有的咳嗽很久 这个咳嗽到尾期的时候呢 就气须不涉了 嗯 它这个发散的这个往外散了 酒病急需 对 特别需 这个时候需要收敛废气 收敛废气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这食料了 哦 这个是 一个长时间的咳嗽 对 这不是说我刚咳嗽 这两天都感冒了 然后我突然爆咳 我就吃食料 这不对 嗯 应该是我这个咳嗽 很长时间不好了 又怎么 一个多月我还咳嗽呢 这时候 您用这个可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您学说 讲个故事 有一位姓周的老头 这位老先生啊 七十多岁了 这个人呢 身体啊 本来就不怎么好 他也是有这种 过去认为是肺牢咳嗽 就是他可能有肺结核 这个病的病史 总咳嗽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坏毛病 嗯 什么坏毛病呢 抽大烟 晚清民国年间呢 有很多人抽大烟 嗯 他还抽大烟 您想啊 七十来岁了 本来这个肺气就不足 有肺 德国肺结核这种 有肺牢的病史 还抽大烟 您说的身体能好得了吗 嗯 结果 这一年秋天 就患了外感病了 我们说的感冒 嗯 感冒在一般人看没问题 但是这位得上 他就不得了 嗯 什么情况 高热 发高烧 然后出汗 然后这个脉搏特别大 然后口渴 中小喝水 嗯 这个这个情况 这时候啊 大家一看吓坏了 因为这病很重啊 一看 高热 就他这个人 对 他这个人患这病 就觉得很重了 把张细纯给请来了 张细纯一看呢 他这是 怎么治呢 他是阳明腐蚀症 里边热 特别盛了 用什么方子呢 用白虎加人参汤 这是张仲敬 方子 方子里边主要的药是生石膏 嗯 量药 把这热给透出去 透出去 透出去 加人参那是浮胜气 嗯 结果在白虎加人参汤 一副药下去以后 他的热马上就退了 嗯 效果倒不错 热马上退了 也不那么渴了 也不那么烦了 嗯 这麦呢 原来麦是宏大 但是一按没有力气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新的问题出现了 什么 就是他原来的问题 暴露出来了 他咳嗽不止 这个痰呢 很多 嗯 然后最严重的一个 他自己感觉 这气 先说断了似的 上不来了 怎么提不上来这气 气短 是吗 这个时候他们家人呢 其实已经 这个有点害怕了 说这个年龄 他这个体质 到这个份上 还能开药吗 能治吗 嗯 结果张希纯呢 告诉他 他说不但能治 我给你们开个方子 用食疗的方子来治 大家一听 嘿呦 您这也太不靠谱 您虽然大名医 但是您 您总能用食疗来 对啊 能情吗 嗯 张希纯说 好 我给你开方子 张希纯就开了个方子 生三药一两半 酸食六 六钱 甘蔗汁一两 生鸡子黄 四个 大家看这方子 这家属一看 看明白了吗 这个 嗯 这家属一看这方子 都都完全不相信 四边不好 您这是 您这是酸甜口的 对 酸甜口的汤啊 酸甜口的鸡子黄啊 您看这山药是有点微甜的 嗯 石榴是酸甜的 酸甜的 甘蔗汁是甜的 鸡子黄是味香的 嗯 您这是整个做了一锅好汤啊 嗯 能治病吗 对 大家都非常奇怪 这么大事实了 就用这个方子 然后呢 它的服用方法 是把山药熬成汁了 嗯 然后把甘蔗汁 和这个石榴的汁 对进去 鸡蛋黄 大家记住了 中医用鸡蛋黄 鸡子黄 不给它蒸熟了 用生的 打进去 哎 嚼了 这是起滋阴的作用 嗯 实际张欣纯用这方子 他是每一味药 都是有用意的 因为他家属看这 确实都是食料的东西 都是食物 就觉得蛋吃无妨 对 想想吃了也没事 给他喝吧 嗯 就喝了两副 两副以后 这个患者的病 痊愈 好了 哇 这么重一个病 连咳嗽带痰呢 然后吃都上不来 两副 这汤两副下去 就好了 张欣纯把这个方子 就起了个名叫 宁首定船也 把这方子 收录到张欣纯的书里边了 这个方子就留下来了 那我给大家讲 为什么会这么用呢 嗯 生山药 大家知道 张欣纯用生山药 是用来补肺的 因为色白入肺 山药色白 它入肺 张欣纯在治疗 咳喘的时候 往往用生山药 我们以前讲过 这生山药的功能 嗯 它能够这个补肺 然后平喘 止咳 平喘止咳 酸石榴汁呢 它就用它来收敛废气 等于是石榴 还没有熟透的时候 它是这个酸石榴 对 实际石榴都带点酸味 嗯 太甜的石榴也不好找 这个酸石榴 我给大家讲一下 张欣纯特别找过 因为他在北京 天津 在河北一带啊 他说这石榴都是酸的 酸味的效果好 哦 张欣纯后来就提醒一家 他说你给人开这石榴啊 你一定要尝一尝 带点酸味才好 哦 你特别完全甜的跟蜜似的 那个药性就不大了 哦 这样 甘蔗汁干什么用的呢 甘蔗汁在中英里边啊 有个外号 叫天生覆麦汤 怎么理解 覆麦汤是什么 是张仲敬一个方子 叫炙甘草汤 又名覆麦汤 这是滋补烟液 能够我们滋养我们烟液的 比如我们心烟不足了 产生性动剂 麦结代了 那么用炙甘草汤制 这甘蔗汁有这作用 清热 滋补这个金叶 所以甘蔗汁的药效 也是比较好的 滋阴的是吧 对 生金叶的 生金叶 姬子黄是滋补肾阴的 嗯 它是补阴的 嗯 然后滋补肾阴 肾阴 所以这个方子合起来啊 张希纯每一味药 都是有 有想法 所以张希纯这个方子出去啊 您别看 这么轻松的四味药 这就像武林高手一样 随便拿一个柳汁一出手 人家就能当成利剑使 嗯 那么我们接着讲的张希纯怎么来用这生石榴 对 那这个打断一下 这个药 刚才看到很多阿姨都在记 嗯 你自己可以开吗 我们多一句嘴吧 是这样 张希纯呢 用这个方子治病的 但是我们呢 可能这个没有那么重的病 用不到它这么大的量 您看它这个山药一两半 然后甘蔗汁一两 可能用不到 但是这几个东西都是好东西 我们知道怎么用这石榴汁 石榴汁到底还有什么作用 其实石榴汁的作用大了 我讲完大家 你们以后见到石榴汁就会格外的轻的 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觉得挺轻的 我们来看看吧 除了治咳嗽之外 我们这石榴汁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 石榴汁还能干什么呢 还能干嘛 还能止蟹 止拉肚子呀 对 止蟹 这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治闹肚子 对吧 还是从故事开讲吧 好 张希纯有个弟子叫高如碧 这个高如碧呀 他父亲也是搞医的 也是 那个看病也是很厉害 然后呢 有一次啊 他自己闹肚子了 腹泻 自己开了两个方子就没效果 他怎么办呢 赶快 高如碧 你去问你老师去 你张希纯那是大名医啊 你请示你老师 怎么来治这个 结果张希纯告诉他这方子 又是一个石榴的小片方 什么呢 告诉你父亲 回家拿这个石榴 连这个瓶 一起给捣烂了 连皮一起捣烂了 喝这个汁 结果呢 这个高如碧的父亲 石榴汁连皮 石榴连皮捣烂以后 喝完这汁以后 腹泻就停止了 他得是特殊腹泻吧 您听我讲啊 然后呢 他说这方子好啊 记住了 后来啊 在东北爆发了霍乱 霍乱这是一个烈性传染病 对 这个中医里边霍乱呢 包括一些上吐下泻的急性胃肠炎 急性胃肠炎 也叫霍乱 这是中医里边的 但是呢 也包括西医所说的那个烈性传染病 这高如碧的父亲就想 张其淳说那生 那石榴那个可能有效吗 上吐下泻止不住啊 于是他就给这些霍乱患者 刚刚发病 上吐下泻的时候 就吃这石榴汁 结果喝完的人 很快腹泻止住 病没发展 病就好了 那个我讲这个 这个这里边有道理的 这故事听起来很神奇 石榴有这个作用吗 实际上呢 我们今天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 来分析石榴里到底有什么作用 实际石榴里含很多有效成分 一般的酸的止泻的药 都是收敛 我们中医里不主张 在您换了这个 这个这个比如说热毒 比如庸盛的腐泻的时候 比如粒节的的时候 使用收敛的药 我们要通音通用 往来泻 把毒排干净 但是石榴是一个例外 怎么例外 石榴它一边酸一边收射 同时我们现在发现 石榴皮里边 有着抑制细菌的作用 尤其抑制这些 立即肝菌 立即这个肠道 这些病毒 抑制这些病毒细菌的作用 石榴皮 石榴皮以后还得吃 看来 省劲了 知道我都不用锅了 这是我们现在科研 经过研究 证明说张希纯 它这个方法是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不断研究说 其他药栓收我们不用 可是石榴真是特殊 它一边给你杀菌灭毒 一边给你收敛 所以它没有坏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秋天小儿腐泻 这是一个常见病 很多人都知道 秋天的时候天一凉 小儿腐泻很多 那么现在我们医学一分析 有科砂器病毒的 有什么伦状病 各种病毒的都有 怎么治呢 也很头疼 其实对病毒 那个西药的效果并不好 怎么治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不断探索新的方法 但是我们就有中医发现 用这个石榴皮 治疗这个病 效果非常好 就是石榴 对 捣碎了 捣碎 或者就喝这石榴汁 治疗小儿这种秋季腐泻的效果 非常好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小方法 对 以后碰到这个孩子有这种腐泻 对 可以试一下 这些因为是个石榴的方法 非常好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小方法了 我知道罗老师还有一个小方法 非常好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小方法了 我知道罗老师还有一个小方法 就如果说你长了口腔溃疡 长了口疮 而这个时候好多叔叔阿姨就说 那不管他了 捧个七八天就好了 但实际上 你经常说话 吃东西都会有影响 大家想不想知道 有没有 这是一小方法 试一小方法 想不想知道 想哈 这个口腔溃疡 病不大 但是呢 有时候很痛苦 这人一经常发 一发呢 这个多少天说话 吃饭都吃不好 有那种连发性 对 这个很讨厌 那么有一个小偏方 就是石榴的 就制这个变 怎么来用呢 就是把石榴连皮捣碎 捣出汁来 然后呢 用这个汁熬点水 用这个水来漱口 这个开水浸泡 对 放凉以后漱口就行 嗯 这个就 动家的方便了 因为如果您拿这个石榴 单独给它倒汁呢 这个汁特别少 您这个漱口可能不够用 那一大筐石都才够用 那怎么用呢 就拿这开水啊 给它泡一下 把有效成分给它泡出来一些 然后放凉以后 拿这个漱口 那么它有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西医说的 现在也讲的杀菌呢 这个消炎的作用 嗯 实际上呢 我们讲的 它有收敛的作用 啊 收色 因为酸收 有收敛的作用 嗯 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啊 漱口慢慢漱一漱呢 这个口炎溃氧 就会就会消失了 刚才我们讲了 张希纯呢 用石榴治这么多病 他用石榴来治疗腹泻 然后用石榴来治疗这个咳嗽 嗯 那么现代 不光我们中国 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石榴 嗯 比如美国科学家就研究石榴 就发现这石榴里边啊 含了抗氧化成分 非常的丰富 那可以防衰老了 对 防衰老 对抗氧化 抗氧化成分 什么里边多呢 什么水果里多 大家知道葡萄里边多 嗯 对吧 对 但是大家发现 现在科学家发现 石榴里边的抗氧化成分 也非常的多 嗯 那么美国科学家 集中研究什么呢 嗯 集中研究前列腺癌 因为在欧洲 在北美 这个前列腺癌是一个高发病 嗯 发病率非常高 现在我们国家也逐渐的这个发病率上来了 嗯 科学家发现呢 这个石榴 对前列腺癌有着非常好的预防作用 因为它有抗氧化的这个作用 嗯 所以呢 这个大家知道 它对男性非常好 其实大家可能之前像我们讲证堂知道 就吃那个葡萄 我们讲究就是如果你连皮一块吃的话 也有防止这个前列腺癌的 讲一个好的方法 对 有家里一样 嗯 就是石榴 对 嗯 然后呢 还有一学家研究 就是集中在女性方面 嗯 发现个什么问题呢 发现石榴里边啊 某种成分 对女性乳腺癌的发病 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 哦 那真是一个福音 这个这个作用呢 是刚刚发现的 发现这个这个小组啊 刚把论文公布出来 嗯 这个科学家小组研究啊 石榴里边含一种成分 叫柔花酸 嗯 这个柔花酸能够抑制什么呢 能够抑制一种叫方香酶的物质 这个方香酶是有什么作用呢 干嘛的 它就会直接诱发乳腺癌的发生 所以说这个这个科学家小组发现这个这个情况以后啊 觉得非常的吃惊 然后把这个论文就发表出来了 呃 现在认为呢 这个石榴它抗氧化作用 跟葡萄里边抗氧化作用 不是同一种成分 哦 说明什么呢 说明您吃葡萄代替不了石榴 哎 没 就是说它这两种水果一起吃的话 才会更好 然后呢 这石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孕妇啊 在怀孕期间 这个因为供养不足 很多胎儿会造成脑损伤 这个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知识 有时候供养母体供养不足 氧气不足的话 小儿牺牲的吸收的这个氧气不足 会造成脑损伤 对 那么现在科学家研究发现 喝石榴汁就能够阻止这个过程的发生 哎呦 真太感谢罗老师 今天让我们告诉大家 献给新人的爱里又多了一样石榴啊 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多吃点石榴吧 也就是也就是说啊 以前我们光知道石榴吉祥 哎 现在我们知道石榴还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只有健康了才能吉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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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